你好 歡迎收看這集的華視新聞廠前報 首先最新消息 我們要帶您關注 在台北市內湖區的東湖路上 昨天晚上的時候發生了一個三死的車禍 當時是一名十五歲的曾姓少年 他疑似偷拿了阿公的車鑰匙開車上路 結果失控撞進了豆腐灘 造成了三個人死亡 現在這個內湖分局偵查隊長也說明了最新狀況 採集相關的尿液 血液及這個煙蛋做檢驗之後 已經初步的排除相關的毒架跟酒架的部分 那我們再繼續深入的調查 從車輛的行進軌跡 我們有發現 少年應該是在無罩駕駛跟行駛失控跟超速的部分 是此次案件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 那相關的部分 我們客人正在釐清中 那我們也發現這個少年無罩駕駛 他的這個車主是他的親人 那我們後續也會傳訊親人到案了解這個 對於車輛的保管是否有疏失或者是有運運使用的部分 那因為親人目前正在國外 我們要等親人回國之後 我們再做進一步的調查 釐清他的刑事責任跟民事責任 那截至目前為止 少年正在詢問筆錄 那詢問完之後呢 我們這個案子會報請 士林提前署做相驗的動作 然後後續這個少年才會依刑法過失致死 提送士林地方法院的少年法庭做後續的審理 我們分局後續在追蹤審理的結果 在做後續對於被害者跟整個案件的一個處理 那內府分局以上報告 請問是否有問題提問 請問正在少年我們回溯他的整個路線圖的話來看 他從哪邊來 那沿路車程大概是多久這樣子 那還有行車的狀況是否是正常 是 那個 經我們掉在監視器跟相關的查訪結果 我們發現那個少年在東湖的親戚家取得鑰匙之後 是前往汐止的停車場取車 那從汐止的停車場再開回 再開回東湖地區 我們推算這個行車過程大概在10分鐘左右 那至於行車的狀態是在 就監視器而言是 他轉進到安康街的時候才有車輛差狀 及這個急速加速衝撞的一個形式 各位還有問題嗎 還有問題嗎 沒有的話就大概是這樣子 少年有說他當下為什麼會發生那狀況 急速加速跟差狀 少年警群比如正在詢問 那這個我們從監視器回推的話 從監視器回推跟現有狀況回推的話 那應該就是無照駕駛 無照駕駛 然後跟超速的情形所造成 好 OK喔 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各位朋友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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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繼續帶你回顧這個案情是 昨天晚上這一名十五歲的曾姓少年 他偷了祖父的車鑰匙開車上路 結果造成了三死兩傷 而他的爸爸接到了警方的電話之後呢 才知道兒子出事了 而他的同學跟朋友也都到派出所來關心 還提到曾姓少年之前都沒有做過違法的事 只是最近有說到想開車 當時朋友也曾經勸他不要 沒有想到他還是偷偷的開車上路 現在釀成了死亡車禍 不只要依法送辦 至於車主也就是他的祖父 也要被追究相關責任 坐在警車內壓低冒眼 雙手遮擋面容 這名男子就是十七號晚間開車撞進東湖市場 臭豆腐店 釀成三死兩傷的曾姓少年 還沒成年的他夜間得停止偵訊 他也在偵察隊拘留所過夜 穿著白T恤黑短褲的男子就是他的爸爸 深夜來到派出所替床後的兒子送飯 陪曾姓少年度過這忐忑的一晚 而他的同學朋友也在晚間十一點多出現在派出所歪 他感覺是意外 感覺就是意外 頑皮跟號都沒有 他們都他們在學校滿低的 他主要是在那裡 就是就是在那個 就是初出學校 就是會社交玩社交上面 根據了解曾姓少年 目前就讀新北某高職的進修部 雖然過去成績不理想 但也沒有越過法律紅線 從他的社群中可以發現 除了打球平常也會去騎腳踏車 但近期也曾和朋友透露 動了開車的想法 沒有把朋友的勸戒聽進去 曾姓少年頭祖父車鑰匙 開車上路造成三死兩傷 目前確認鑄測值為0 身上電子煙 煙油毒品呈現陰性反應 但警方仍謹慎抽血驗尿 而天亮後 在爸爸的陪同下 警方將展開徵詢 釐清案情 循後一過失致死罪 將曾姓少年送辦 而祖父也被拖下水 要追究屬於保管的責任 後續也將通知他到案 已送偵辦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曾姓少年失控 撞進了豆腐攤 造成了三死兩傷 今天早上老闆回到现场 他说受伤的太太已经出院了 但是另外一名女员工伤势比较严重 还在住院中 好 主播局带来关心 昨天晚间发生在内湖东湖市场的 这一起三死两伤的车祸悲剧 15岁的真姓少年 他当时是偷开阿公的车出门 没想到车辆是在路上时空暴冲 他直接逆向冲撞进这一滩臭豆腐滩当中 那么当时候正值这个傍晚的用餐时间 其实人潮相当多 那么店内不许工作人员很忙碌 还有非常多要等待内用 或是外带的时刻 那么其中有一名这个机车骑士 直接遭到撞进店内 那么伤势相当严重 当场失去了生命绩效 那么另外还有两名这个时刻 同样是被车辆撞到 也是伤势相当严重 三人被送往医院后 仍然是不治身亡了 那么其中当时候正好老板娘 跟有一名这个女员工 两个人都是在店里面忙碌 那么这一状呢 不只把摊车都得撞坏撞歪 而且呢这些这个热汤 还泼到了老板娘 以及女员工的身上 造成老板娘是下半身 有烫伤的员工 同样是受到伤烫伤 现在呢这个员工 还在治疗当中 让我们听一下老板怎么说 另外一个那个比较严重 另外一个员工 对 那你们老婆昨天就回家 还是在医院那边 昨天就回家了 那另外那个再还在 一般去总医院 那老婆有说 就是怎么说 因为晚上你们睡得很不舒服 还是怎么样 状况 昨天就赶快去 那个 就是 才能说 清清清 白痴 好 那么听到老板是表示说 因为其实因为他自己行动 不便的关系 平常几乎都是由太太 在操持这一家店 那附近的邻居也是说呢 其实老板跟老板娘 还有他们的员工 三个人呢 都是非常勤勤 狠狠的在顾这一间店 那么待人处事呢 都是相当的好 没想到突然发生 这样子的意外 那老板也是说 昨天呢 他的太太出院之后 他也是赶紧的 带他去书娘 因为就是担心 听说呢 这样的车祸呢 不只影响到 太太的身体 心灵呢 也可能会因此而害怕 但是现在这个摊子 现在被撞的一团乱 加上老板娘跟员工都受伤 何时才可以再开门营业 目前还是不确定的 老板说先不急着 再恢复营业 而是先等老板跟老板娘 还有这个员工的伤势 养好之后呢 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形 继续来看到有一名王先生 控诉新北市三峡的火化厂 搞乌龙 把别人家的骨灰 放到了他母亲的骨灰坛里 直到呢 前往纳谷塔的路上才发现 又紧急要求他们返回火化厂 第一时间呢 也没有向家属说明情况 后来才知道 原来是火化厂人员的疏失 而新北市殡葬处 事后也向家属道歉 但是这个离谱的错误 还是让家属难以接受 亲人离世家属 判后事圆满 不过却有民众控诉 新北三峡火化厂搞乌龙 把别人家的骨灰 错放到自己母亲骨灰坛里 王先生气氛表示 第一时间火化厂疑似 还想掩饰错误 十六号中午三峡火化厂人员 通知家属领取骨灰坛 结束检谷仪式 前往那骨塔路上 接到火化厂电话 要求返回 什么也没说 就拿走骨灰坛 让他们在车上 干等三十分钟 而另一家张姓家属 也苦等两小时 才发现原来火化厂 把两家的骨灰错放 因为这件事情 他觉得原来从头到尾 都是闹剧一场 他们拜的根本就不是 那一位亡生者 而且那一些道士 在那边叮叮叮 然后叮到最后 也不是为那一位亡生者做法 希望说我们殡葬处 针对这个部分 应该要彻底检讨 三角火化厂 每天处理案件数繁多 疑似是一开始 就把火化名牌 放错先后顺序 才会让灵性家属 领到前面 先火化的骨灰 殡葬处已与第一时间通知家属 并立即改正 同时严格要求现场工作人员 务必在每个环节 均要确实坐到位 也立刻启动双重检核机制 不过一事都已经完成 最后才发现不是自己亲人 亲人离世已经身心俱疲 又遇上这种疏失 让家属难以接受 华视新闻张环圈 蔡志明新北报道 在新竹市北区的金华地段 有两笔千万土地 却找不到地主 地价税单 一直送不到地主的手上 所以新竹市税务局 为了处理这个欠税 花了大量的人力跟时间 来寻找地主 最后从资料当中 找到了姓名同音不同字的地主 但是他已经离世了 而继承的是一名 八十二岁的王先生 但是他继承这笔 价值千万的土地 要先补缴之前的地价税 五万多元 如果把土地 卖出还要再缴 增地税一百八十万 人来人往的新竹城隍庙 是新竹市最热闹的地方 每到假日总会 集满不少游客 同时也是市中心 但就在距离城隍庙 停车不到五分钟的地方 有两笔千万元的土地 一度找不到地主 新竹市税务局苦苦寻找 兩笔超过三十五坪土地 价值超过千万的继承人 这两笔土地 景临北区北行公园 地段非常不错 距离大圆百商圈 城隍庙 到车程只要四分钟 附近有新门国小 新建中社宅 还有多间银行 闹钟取静 生活既能极佳 税务局会找人 是因为日居时代 旧有的土地 现在却因为地价税单 迟迟无法送达地主手中 税务局继续清理欠税 开始调查 发现土地登记人就是王阿诚 但税务局怎么都查不到 便从土地共有人着手 他们热心提供族谱查询 发现有位同姻的王阿诚 比对出生年月 以及地址 发现是同个人 但早年一居花东 早已离世 事后由八十二岁的长孙继承 我们核对了千张的固证资料 终于找到了这位地主 那后来我们也从固证资料 找到了这个八十二岁唯一的继承人 继承人手写一张卡片 深深感谢税务局投入大量时间与心力 让他感到十分敬佩 现在地主确定继承 不过得追溯前五年地价税 共五万多元 若土地卖出 还要缴纳一百八十元的增地税 无论如何 这千万土地寻地主的任务 终于圆满结束 在台州石岡的马鞍坝 进行了定期的泄洪 但是泄洪的过程当中 湍急的水流淹没了道路 还导致了一名富人受困 详细的现场情况 请记者与子预告 我们 社主播 画面中能看到大量湍急的水流 不断冲刷着道路 而在道路另一头 一名五十三岁 刘姓富人 他骑着摩托车碰上湍急水流 让他根本不敢前进 那距离富人大约五百公尺远的远景 在对面只能挥手不断安抚 那眼看这个情况 根本没办法通过 刚务农结束的流姓富人 只能焦急的在路边等待救援 事情发生在台中市石岗区 由于近期台风带来的雨势 让各地水坝都蓄满了水 因此会定期泄洪 这次泄洪多余的水量 沿着八宝针 翼红道往大甲溪出海口流出去 一时之间才会淹没路边道路 那远景除了在一旁耐心安抚 受困的富人 消防人员同时观察现场水势过于凶猛 因此决定拿出梯子 一行人绕开翼红道跟富人会合 最后在庶民警校的协助之下 富人成功脱困 以上是目前 为您找到最新消息主播 来关心天气了 十月秋台又要来了吗 目前菲律宾东方海面上 有热带扰动发展 气象专家预估呢 有机会一次生成两个台风 而且呢强度是来到中台 对台湾可能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详情交给记者黄柔融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 有没有觉得最近十月份的天气 逐渐转量了呢 但近期可能会再有秋台来袭 有气象专家指出十月下旬 菲律宾东部外海 热带扰动讯息越来越清楚 周遭环境除了有三十一度的高海温外 附近海域的垂直风切晓 以及高海水热含量等 有力条件加持下 评估应该至少还会有一至两个 热带扰动生成 并且有极高机会再增强为中台 或以上的台风 而且从最新模拟结果来看 要特别留意可能对台湾 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不过由于还有一段时间 不确定性还很大 仍然需要持续追踪 监测观察 另外也有专家指出 以现在条件来看 欧洲模式模拟的距离 虽然没有警报条件 但有秋台共办效应产生 美国模式则认为 不会有共办效应 还是需要密切观察 以上是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把时间镜头交换棚内 再来看到民进党立委许志杰 在高雄凤山的服务处 昨天接到了恐吓电话 对方怒骂不要动不动提罢免 还说小心会有爆裂物 而侠据警方获报之后 在六个小时内逮到了这名彭信男子 详细状况交给记者肖雅馨 好主播 画面中 这名穿着橘色上衣的中年男子 就是涉嫌恐和立委许志杰的 五十三岁彭信男子 他居住在台北信义区 专案小组在昨天北上 把人查契盗案来听警方罪行说明 回顾整起案件 民进党籍立委许志杰 位在高雄凤山服务处 在十七号接获了一通陌生男子的电话 对方以待恐吓声称 不要动不动就提罢免 不要嚣张 不然国民党支持者会不开心 最后还恐吓小心服务处的门口 会有爆裂物 服务处人员是不敢大意 立刻报警处理 最后警方以科技侦查的方式 锁定了五十三岁彭信男子 涉嫌重大北上江人居提盗案 初不了解这名彭信男子是台北人 他声称对时事不满才会犯案 据详细的犯案动机 还有待调查理清 来关注立法院的焦点 立法院长韩国瑜 昨天召集了朝野协商 被卡关的总预算 但是呢 朝野还是没有共识 对此行政院长卓榮泰 也有最新的回应 相亲交易记者柯芷云 好主播各位观众 带领关心立法院目前的最新状况 立法院长韩国瑜 昨天是召集了朝野协商一同 来讨论卡关十九的总预算案 尽管执政党呢 有稍微的浪步了一些 但是还是没有获得朝野的共识 对此呢 他们也协商出来之后呢 下周一会再度召集协商继续来讨论 对此呢行政院长卓榮泰呢 今天来到立法院备巡也有最新回应 我期待能够有好的开始 能够有团结的结束 那让这个事情尽快的往前走 在我的短文当中 我提到的 引用宪法第七十条 以及预算法第九十一条 这样的宪政原理 跟预算法的规定 细时上都很清楚 当立法院在审查预算的时候 立法院是不能作为增加之提议 在宪政原理当中 连提议都受到限制 但现在用提议来形成决议 或是用提议来形成法律 那这样的行为 是不是违反了宪政原理 好可以听到主龙泰表示呢 尽管呢 外界认为这个协商节是破局的 但他还是认为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但是呢 他还是希望立法院 能够按照宪法来行事 如果呢 这个总预算案呢 还是持续僵局的话呢 不排除最后行政院会采取视线的手段 另外就是有关于南非 在他们国庆的时候呢 遭到中国施压 要求我国的这个住外的使节呢 要搬离首都 中泰也表示呢 他会给予在第一线的外交人员 最大的后盾 以上是在立法院的最新情形 再把时间尽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苗栗有一名女子酒后开车 结果经过了造桥路段 失控撞死了一名茶行的老板 让家属是相当的悲痛 详情请记者林建峰告诉我们 好主播画面上可以看到白色轿车 深夜高速过弯 没有减速失控撞上 正在家门口抽烟的茶行老板 送医不治 来听消防队说法 看到那个老翁躺在那个车子旁边 然后现场呈现 欧嘎状态 然后头部有外伤 茶行老板来不及闪避 倒在住家的铁卷门旁边 这起车祸发生在十七号晚间 轿车行经苗栗造桥乡 失控撞上路边民宅的棋楼 车头严重受损 一整排的盆栽都支离破碎 连水泥粮柱也被撞歪了 当时是什么情况 来听村长的说法 造势的蔡信女驾驶酒测值 高达零点三二毫克 被警方移送法办 无端飞来横祸 让死者家属悲痛不已 确切造势原因 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 以上是我们讲究最新 主播 继续来关注 在台北市内湖的东湖市场 昨天晚上发生的严重车祸 这名未成年少年 无照驾驶阿公的休旅车 结果是失控 撞上了弃机车之后 直接撞进了市场的臭豆腐摊 当时用餐的两名顾客 跟一名路过的机车骑士 都立刻被送医 不过三个人还是宣告不治 而造势的曾姓少年 随后被带回派出所 警方也同时通知了家长到场 要厘清事发的经过 还给死伤者一个公道 银色休旅车高速开过 接着发出碰的好大一声 这一撞造成三人死亡 两人受伤 换个角度看 这辆银色休旅车 左右蛇行 撞到机车 再撞到汽车 又直直撞进台北市 东湖市场内的臭豆腐摊 目击民政还原 惊悚瞬间 这几十七号晚间六点多发生的死伤车祸 照顺驾驶身份 更让民众直呼太离谱 年仅十五岁的曾姓少年 无照驾驶 祖父的车 晚餐时间从东湖路转进安康路 先不断蛇行 又接连擦撞 弃机车还撞死人 包含两名吃臭豆腐的客人 和一名经过的机车骑士 抢救后宣告不治 而店老板和员工则被烫伤 也全都吓坏 肇事的曾姓少年 已被带回东湖派出所 警方也同步通知家长到场 要厘清事发经过 还死伤者一个公道 至于无照驾驶 也将罪驾一等 被曾姓少年开车撞上的三个人 送医之后都伤重不治 家属接到二号 更是一夜难眠 目前在二宾现场的最新状况 请记者黄佩华带我们了解 这起事故造成三死了两伤 我们知道这个少年 在昨天晚上 其实是开着阿公的修理车 要去找朋友 原本是要去找朋友 没想到在经过东湖市场 附近的时候 竟然冲撞臭豆腐摊 造成一名歧视 还有两名客人 是死亡的状况 我们知道 其实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家属就已经接到通知 来到第二兵营馆这里 透过现场画面 我们看到台北市商宴季解剖中心 就是家属都会从这个门进出 那我们知道 这个少年 他在高速冲撞 臭豆腐之后 酿成三死两伤的严重事故 这个晚餐却无辜被波及 家属接到警方通知的时候 都是非常错愕的 一度还不敢相信 这个是事实 那我们知道 检警目前预计在十一点的时候 就会来到台北市第二兵馆 这边进行初步的商宴调查 那我们知道昨天晚上 其实家属就有先过来 处理后续的事宜 都是从这个门进出 那我们知道 家属面对突如其来的恶号 非常悲痛 看到目击者表示 少年在案发之后 没有一丝的紧张 甚至还嬉皮笑脸的 气道发文表示 家人被撞死 三条人命 三个家庭因为他破碎 还能嬉皮笑脸 真的不知道轻重 还质疑少年 不知道在想什么 宝贵的生命 被这种人带走 那另外呢 我们也知道 有其他的客人 有目击的时候 这个整个经过 当场是被吓哭 到现在其实 都还没有办法平复 那网友是转述 他爸妈当时呢 坐在店门外的 这个桌椅用餐 结果少年的车子 全程没有减速 直冲店面 妈妈当场看到 一个人被撞击 没了生命迹象 吓到哭出来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检警呢 是预计在上午 十一点的时候 就会来到第二宾馆 这边进行初步的 相应调查 我们也持续在现场 为您掌握最新的消息 这名驾驶只有十五岁 因为吴照 酿成了三死的意外 被警方逮捕之后呢 似乎没有悔意 甚至被民众看到 他露出笑容 警方也在肇事的车上 搜到烟弹 但是初步检测是阴性 所以排除了毒架的可能 只是未成年人 不会有前科助记 所以他到底 是不是第一次驾驶 还有待厘清 而律师也说 这个未成年的过失 致死 最重是处五年徒刑 恐怕让受害者家属 难以接受 撞死三人的未成年少年 闯了祸 被警方当场逮捕 身心还看似一派轻松 脚步轻盈 走进派出所制作笔录 根据了解证明 未成年少年年仅十五岁 无照驾驶 还偷开祖父车辆 家属没人知道 他会开车 而当下疑死就是因为 分不清楚油门和刹车 才会导致车辆失控 远方传来刺耳的刹车声 下一秒 刚到路口的骑士 提前刹车还是来不及 两人带车被撞进臭豆腐店 另一个角度看 修旅车一路蛇行 先是擦撞对象车辆 再一路冲撞 把骑士撞进店内 店门前的柱子被撞飞 店里的两名顾客 被撞击到重伤不治 一场车祸酿成三死两伤 而肇事的驾驶 还被搜出有燕淡 车速过快 然后不剩 就是撞到这个卖猪血汤 的这个店内 车上有找到烟蛋的部分 是一般的电子烟的烟蛋 那经过我们初步的检验 结果是阴性 烟蛋初步相验 为阴性排除毒驾可能 而少年没有成年 不会有任何前科助技 究竟为什么闯祸 有没有可能已经偷上路好几次 警方还得仔细调查 未成年无造驾驶部分 构成刑法过失致死罪 罪众可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至于借车者 如果知道借车给未成年 还继续借的情况下 恐怕需要负担连带赔偿责任 另外就未成年的父母 如果疏于监督 这个未成年驾车的行为 没有好好管教 监督的情况下 依照民法相关规定 也需要共同负担连带赔偿责任 但三条人命因为这一状 三个家庭全都破碎 华氏新闻综合报道 哈喽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赶快订阅